哈喽,大家好 你好 好久没有捕鱼了吧 今天刚好星期天 前两天又下了雨 昨天专门问水果家有没有向往 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去收鱼 不知道歇了几天长水了 有没有更多的鱼 我们现在出发 这条路前两个月开始的 传了一下就荒废了 雨季你看 全是这种泥巴 今天又是个好天气啊 不过现在雨季也说不准 随时都可以下来雨 现在下河了 这个家一下去就找到一条 水还是比之前长了一点的 应该还是消退了一点的 前两天下的雨比较多一点 看今天有没有暴富的节奏了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转头这里又有一条 上次好几张网 我刚刚问水果家全都放上了 这里放了一点 前面那里深水应该也放了一点 水果家和你走 我在岸上走 草松里面又有一个好像是废鱼 看着在挣扎 现在河里面取鱼就要小心翼翼 粉丝朋友们都在期待 上个十几斤钟的大货 那个鱼钩要碰运气 水果家前几天好像也钩到一条 不过我没去看没去拍 下次我们就多放那种圆绳排钓钩 排钩钩的那种 刚刚这里好大的水滑 跑过来不挣扎了 不知道是不是跑掉了 起来就知道了 水果家这里又瘦了一条 还是有鱼今天 不过像去年一往 上十来条那种鲜鱼的 那种巅峰时刻 估计还是比较少了 鱼还在 活蹦乱跳的 搞得我都想下棋自己体验一下了 有鱼反正就有性质 对于水果家的时候的话 一条鱼也是十来块钱 这里这一网就没刷鱼 不过下的网比较多 后面还有大把的机会啊 好像今天没放那个捕鱼神器 那个其实做鱼还是比较厉害的 看下他们在干嘛 钓鱼 我之前最开始来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位置 开始我的第一次钓鱼的 他们这个钓鱼杆就比较简单 这一网看get a fish 浮飘就是绑了一个什么东西 也是挂的蚯蚓 但是挂的比较浅 就挂了一尺左右 估计很难钓到鱼 又看catch fish yeah catch fish catch fish hahaha very hard I think 反正之前我在这里钓鱼飞 比较少 哦 能钓到个 让我两三条啊 很久了 你看吧 啊 秋云挂的也不是太好的 也是人手着钓的 哈哈 你看get a bigger fish bigger fish very hard bigger fish very hard 你想钓那种非鱼连鱼 估计够呛呛的 你看就这么短啊 不便的话很多小孩子钓 但这里确实不好钓 估计在这里忙活半天是钓不到鱼的 就像我之前一样 有两三条螺废就不错了 get a bigger fish 哈这里有一条 之前很多粉丝也在问 跟catch fish 怎么认识的 就在这个地方 我在那个地方钓鱼 catch骑着摩托车 准备去下钩 那个时候他没有往 只有鱼钩 然后跟我打招呼 我还不认识他 但是他在铁路边上 驻马还认识我 所说聊在一起 后面就跟着一起搞 现在差不多有六条 他们过来观摩一下 rb个 反正他们钓鱼的话 是很难的 哈哈哈哈 我 他们也是基本上钓到自己吃 我刚刚问了一下 熟悉的场景了 之前就在那个地方钓 这里的话好像也没有 之前用往撒的话 都可以撒到那种鲰鱼的白天 有一条大肺鱼 不过已经死了 其实肺鱼这种相当于是带两袭的东西 应该没那么容易死的一晚上 但是有的时候他不换气的话还是会死 我准备下次做一个试验 拿一条活泼那条的肺鱼 埋在那个土里 埋一天 看一下 到底像不像 介绍的那种 活过一年半载 见谁都可以复活的 往里面去见证一下 今天就不搞了 下次带到一个肺鱼的话 我们去做个试验啊 估计那里跑了一条鱼 空了 这两个钓鱼都换地方了 说不好钓 前面还有一副网 这个要去取 网还是下的不少 下网的话估计要花点时间的 但是上鱼的话就有收获 像今天这几条鱼如果卖了的话 妥妥地抵得上它一天跑模拟的收入 如果说遇见那种十几斤的大货 一条都抵一两天的收入 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自己有时候也会留一点自己吃 河里面的垃圾 所以说也有 也有是危险奇数 花的角落那种情况 这两个也不走了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鱼 不过再往的话 看一下就那里有一条 刚刚挣扎了一下 看一下吧 还算没有空击 基本上网上面都能抓到鱼 这里是刚刚确认过的这副网 这个瓶子又在这里动 不知道到底是鱼扯的 还是这个水冲的 我们找自己来确认一下 等下还回来 还真有一条 我就说那个瓶子在那里一动一动的 这一条就是相当于是现场抓获的 刚刚才把这个网子一确认完 上了一条 逼个万 这就是现场上大货 不过有点小 哦 一直杠 哇 这种就是看到手都跑了 啊 不知道 网友们看到没有 算是一条大连鱼的 昨天的话 就没发那个捕鱼神器跟鱼钩 差不多就没了 等下回去看一下鱼货 很郁闷的就是刚刚最后那一条 上了一条那种大连鱼 结果 临门一脚 应该是没往挠 跑掉了 所以多往一会儿 估计缠两下 搞定 毕竟来说就那么一会儿 没缠挠 看一下吧 回去倒在池子里好看一点 看 这个家行贿了 这里 不知道是 真用了还是要建厂房 你看 我们进来这个路 就已经围起来了 这个家每次进来 要跟这个看门的保安打招呼 行一下贿 给他一条鱼 OK 现在的话 除了那条行贿的鱼 这里还有六条 我准备个两条吧 下午 今天本来是他们当地的复活节 昨天去散步的话 小孩子说买肉买鸡蛋买米 今天刚好补鱼了 抓一条 然后另外一条送给另外一个 答应他很久的 下午一起拿过去 拿了两条 下午反正送给小孩子送给朋友 今天复活节 我也不管睡不觉是去卖还是他自己吃了 反正每次的鱼都他自己安排 等下次我们抓到鱼了 去做个试验 把那个鱼埋在那个图里面放一天 看他还能不能存活啊 好了下午的话我们就去外面 帮他们过复活节改善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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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